您看您工作这么辛苦 还坚持跳舞 就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眼睛还冲血 然后耳朵有时候还听不见 这个耳膜很难受 那您还继续这么跳舞 家里人不反对您吗 是家里老伴儿孩子都非常心疼我 都劝我这么大事 你少跳点吧 尤其说爸女爹跳了 你那眼睛还要不要了 他就把我学习用的电脑给藏起来了 然后但是我还是在偷偷地练习 我挺好奇的 我相信您这不是第一次登台了 第一次也是参加我们辽宁电台的百姓春晚 我登上了百姓春晚舞台 然后就一路走过来 对 然后一路就是经历了很多演出 包括商演 商演 还有商演 我能打听一下一场商演多少钱吗 不好说就可以不说 我可以说 有几千元的甚至更多 基本上我都拒绝了 我觉得我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办好 这个绑节工作还在做 还干呢 是啊 因为音乐学院这个氛围很好 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音乐学院给了我这份工作 但是一场商演 您看您只需要表演半个小时 但是这个挣的钱 可能是您做保洁两三个月的工资啊 您心里就不 这个稍微比较一下 能平衡吗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包括老师 拿我这个事儿来教育学生 来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 你看人家保洁大叔 那么大面积了 还在练跳舞 密习 然后你们条件这么好啊 父母给你们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条件 包括学校给你们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